大家好 我的叫張建華 那我是清管顧問 平常在做培訓工作的 那我這邊講 主要是介紹這個專案 我們叫健康守護計畫的專案 那把這個專案的內容 大致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主要呢 我們是從一個逐夢和一個改變開始 好 那什麼叫逐夢呢 我們叫Make a Dream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講American Dream 我們現在習近平叫China Dream 我們有一個健康的Dream 我們有一個台灣的Dream 那有這樣的一個想法以後 有這樣的一個設定以後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習慣 生活習慣 它改變是很困難的 好 那我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首先我們會在一起 要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那這共同的理念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上面講的 消費者的覺知 第一個要知道這個東西有毒 我們不知道要辯知到 要靠 我們會請很多的專家 還有醫師 還有公衛 還有那個營養師等等 來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就把它吃下去 就用了嘛對不對 然後呢 還要行動 就是剛剛講的改變 你知道了以後 要變成你的實際生活 行動的時候呢 需要有一個轉變過程 因為我們都是習慣的 習慣性的 講來講也就是習慣的努力 我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沒有經過大腦 要怎麼樣改變它呢 然後呢 我們的忠祖是建立 無毒安全的家園 好 無毒安全的家園 推動台灣的食品安全 還有包括衛生用品 醫療安全環境食品 而努力 這是我們共同在一起 所共同的理念 然後剛剛 大家都 前面的 我們談到 產品的毒性分歧 我們要知道這個產品有沒有毒 我們要推動這一個 我們看到那個後面的標示 我們就可以清楚的了解 這個東西 你在決定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不知不覺當中 就用了這些有毒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我們要有個團隊 如果靠個人 是很難的 所以一定要靠一個團隊 很明確的訴求 我們產品要有毒性分級 有毒性分級 那這個我們最近發生的事情 影響到我們所有的人 一個個人 一個家族 所涉及到的產業 這麼多 然後呢 延續發生的各種各樣的 這就叫危機對不對 我們每天生活在 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它雖然是一個危機 但是呢 對我們正向思考的人來講 它是一個轉機 它同時搞不好也是一個商機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告訴各位 我們要怎麼樣把危機變成轉機 然後呢 它可能也是一個商機 如果這個危機 其實如果我們台灣沒有度過的話 我個人觀點認為 台灣會繼續往下沈爭 黑心的太多了 黑心的人不斷的在複製這種 那我們的生活 非常的非常的危險 那怎麼樣做呢 那我們今天呢 就知道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有這樣的一個組織 還學會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就跳出來支持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所知道的 我們要求攝香味 中國人最講究吃 攝香味俱全 我告訴你化學 食品化學通通可以做到給你 而且很快速的做到給你 它是你吃 它做的人吃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知道 然後呢 還有不只是我們食品 還有我們周遭的空氣汙染 水汙染 土壤汙染 這是一個正常的乾 因為什麼 乾是做解毒的 所以我用乾來做 乾的正常的乾是長這樣 一個受傷的乾 暖體啊 已經不成形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樣保護地球 你說啊地球 台灣都搞不好搞地球 因為我們是Family 住在同一個社群裡面 地球村 譬如說你對土壤不好 那土壤種出來蔬菜水果 你會不會吃進去 你給豬吃收水 吃那些不好的 所謂動物性的 他吃進去 然後人再吃進去 如果有吃豬肉的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對眾生不好 對環境不好 最後還傷害到你自己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些統計數字 男性女性十大十一 二性腫瘤都是在前面 然後呢 男性的癌症的 肝 膽 汁氣管 空氣嘛 食肠血腸 女性包括乳癌 肺癌 很多 這都是事實 一直在成長當中 所以你知道 我們所造成的環境的影響 你看這個多恐怖 每二十二分鐘就死一個人 都是因為二性腫瘤 那剛剛講結常直腸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剛剛那個 可以看到 肺 一個正常的肺 跟一個 抽菸啊 那個 滿街的汙賊車啊 你沒有注意的話 你不會控制你的呼吸 吸進去 久了以後 怎麼樣 那個菸膠油啊 你的肺就變這樣 你的肺泡膜啊 肺污染 當然這是乳癌 你可以看 女性的話 肺癌 好 剛剛我們就看這個 風飛飛有沒有 好 接下來 單 好 變成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當家裡面有一個人生病的時候 你知道會影響到全家族的人 你要照顧那個病人耶 不只照顧他的食衣住行 還有精神上的 精神上 他的精神上如果垮掉了 他只能跟免疫系統 就降低他的功能 他很難復原的 所以你不管是照顧他 很辛苦要花很多錢之外 這個當然是乳癌對不對 剛剛講直腸 結腸 一個正常的細胞 還有這個 受到癌細胞 腫瘤細胞 最後你要去照顧他 很辛苦要花很多的錢 我老婆就是得了乳癌 那我照顧他的 感受真的是 平常都沒有注意 那累積 累積 腫瘤細胞不是以此發生的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癌細胞 只是他的數量低到很低 你的免疫系統壓過他 當你生活飲食 起居不正常的時候 然後那個毒有 累積累積夠多的時候 那就自然而然 看你哪邊發出來而已 做畫療的時候 整個頭髮都沒有 我老婆在洗頭的時候 那個浴缸裡面全都是頭髮 掉光光的 哇 好恐怖喔 你知道嗎 怕到 你知道嗎 不怕到 那這個是把它畫成土缸 是用錶 你看喔 女性非吸菸型的肺癌 二十年增五倍 他不抽菸喔 但是他得肺癌喔 怎麼來的 還有煙嗎 還有煙 還有煙 因為怎樣 炒炸不是有高溫嗎 那那個油裡面有東西就出來 媽媽吸第一個 那一個家庭如果沒有媽媽的話 你知道嚴重過嚴重嗎 整個生活亂掉 因為媽媽做很多的事情 然後真的很偉大 二手煙 廚房油煙 好 風氣污染 鄰居每天 8.6名女性因被癌 所以我報紙都有燈喔 不是我在那邊亂講的 去嚇人啦 不會 不能做這種事 我想看 看嚴重 問題真的很嚴重 嚴重到 不能不公視的 再拖就完了 再完了 等到死的那一天 等到躺在病床上那一天 再來後悔 現在就要行動 我就要行動 那被醫生檢測出來 你有還是 為什麼會是我呢 第一個反應 為什麼會是我呢 因為你平常沒注意 因為怎樣 你吃毒 每天都愛吃 從嘴巴 都有食安問題 吸毒 從你的鼻子 舌下 頭皮 皮膚 這細胞都會吸收的耶 那你沒有做避毒的工作 你沒有去訪 也許你不知道 你沒有劇毒 你就讓他不知不覺當中進入了 然後你進去了以後呢 你沒有排毒 沒有把他排出去 那有些排會出去 你要解讀啊 要把他解 讓他出去嘛 就是我們化學是 A加B等於C A排會出去 加B以後 等於C C可以排出去 就解讀 把他解決掉 還有呢 這個劇毒 我們周圍的環境 時常 太多的負面的 新聞一拍 全部都是負面的 報導負面的 一天聽很多 聽得多了以後會怎樣 所以環境的汙染也很重要 那我們有絕食以後 我們就 第一個可以保護自己 可以保護自己的家人 對不對 然後在 你愛更大 你就把他散破出去 主要是因為自己在這裡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這個 自殺的率啊 一直往上升 環境的關係 心理的問題 心理健康的部分 這個圖 所以我們台灣已經離開了 生存的問題的這個階段 要進入生活 生活的品質 我們有生活品質嗎 沒有 我們那自己要發心來做 然後呢 才談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更高一個層次 這樣子 一個層次一個層次來 我們常見的添加物 我就不太太 大惡是吧 塑化劑啦 要漂白劑啦 防腐劑啦 等等等等太多了 這種化學的化學的東西 汙染 食物汙染 水汙染 工具汙染 汙染汙染 工業汙染 到廢水 那個一個高科技的 我在高科技做什麼 做事的 做高科技的 那個排出去 省成本嘛 前一陣子不是去月光嗎 他有精神上 心靈上的汙染 在我們的環境周遭 第一個我們沒有覺知到 覺知到了以後 我們自己先要保護自己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要 為什麼要教育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培養獎師後面 所以你可以看 剛剛有提到 本身呢 副會部長不是專業的 然後呢 這些油廠的主要幹部說 他學生 然後呢 他上台說 我不保證 你不保證 你還做副會部長 對不對 啊 總共給他備書做 對對對 你不要open promise 講話保守一點 做不到就不要說做到 那我們可以靠他們嗎 靠政務官嗎 還是靠事務官 各位 我們是不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這邊 要靠自己 自己一個人力量夠嗎 要靠團隊 所以排庫學會出來主持這件事情 我聽到以後 我就直接就加入了 因為人一個個人很有限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是一個團隊的話 就不會忽視我們 這是一個正義之爭 對不對 林鐵良也知道 對不對 販毒 有往生了 單兵作戰 所有的問題找他 那我們今天不是 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要團體的行動 胖毒和販毒 那從B毒開始 剛剛和我們秘書長介紹 一開始我們就不要讓他進去嘛 對不對 讓他進去以後呢 要排掉 排出 進去了排不出來 要解 所以我這邊再次強調 個人呢 不行的 要靠消費者 團體 一個團隊 來推動這個 我們所謂的產品分析 毒性分析 你可以看到 這邊介紹 都是要吃食物 不是吃食品 不吃加工的 吃原型的 所以加工的東西 你可以看 加工類 醃製類 火鍋 這些條物料 譬如說我那天 我家附近有那個 醬紋鴨 我覺得他整包的那個粉 就給他倒進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真的用醬去熬 哇 那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錢 對不對 成本都不夠 我們再次強調 我們這個專案是在 要訴求一個安全 無獨安全的生活 那什麼叫食 醫 助 還有心 就是精神創精靈方面的 醫的安全 養生的安全 我們要推動的是 產品 安全產品的分析制度 讓民眾可以基礎的辨識 所接觸身體 所有生活周遭的產品 來真正的安全不害 產品對於人體的 健康安全的認證 檢定標準制度 所以說各位應該聽過 今日不養生 明天養醫生 所以我們要看做法 有理想 但是要有做法 對不對 只有你空想沒有用的 怎麼做呢 產品檢驗的分析標準 類似SDS 這樣很多的公證單位 鑑定 測試 驗證 然後同時呢 我們要做 要了解什麼叫細胞活性檢測 什麼叫做無獨 安全 環保 你用的東西一定要環保 我剛剛講的 你不要去殘害這個環境 然後倒到水溝裡面就算了 你知道嗎 水污染 突然污染 都會最後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來 那我們如何結合這樣的公益 我們不能一天到晚做公益 你知道意思嗎 為什麼 日子還是要過啊 剛剛就講身體 生活 然後呢 生命 對不對 生氣還是要過 所以我們如何把公益 跟事業結合在一起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洪總才介紹的 師跟德 出去跟進來 維持一個平衡才能長久 可以理解嗎 然後呢 公益事業 加上我們的事業 就是我們所謂的大的一個事業 所謂事業就像實際這種大的事業 除了精神層面之外呢 生活的需求也是要顧的 所以剛剛那個洪總才介紹那個APP有沒有 就是這樣一個系統 我們進去呢 可以找到安全無毒的產品 怎麼做呢 就剛剛講了 有想法 但是呢 你要有做法 怎麼做 我們呢 就是 傳統都是職業啦 然後呢 做到事業 做到置業 譬如說像郭台銘啊 職業 事業 然後有錢的再撥一點出來 我們這個正好相反 我們叫New Business Model 怎麼意思呢 我們有一個置業 置業做到事業 做到置業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叫做置業 然後呢 圖物其實真的不可怕 可怕在什麼 人心 人心騙壞 你知道嗎 為了賺錢放在不擇手段 然後呢 還有我們的習慣 很難改的 每天都這樣 你知道嗎 都覺得OK 那我們知道了 還不一定能改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改變購買 消費的習慣 小股大嘛 要便宜 所以價錢提不上來 你知道嗎 那層層剝削 大盤 中盤 小盤 通路 對不對 生產者 原料 大家都要賺耶 你知道嗎 傳統的產業 產業鏈結構 是這個樣子的 每一層都要剝削 都要賺錢嘛 所以到你手上的東西 十塊錢 它的成本搞不好 只有一塊錢 你知道嗎 每一個過程 那我們現在有科技 對不對 我們用網路商城 我們中間的通路 全部都怎麼樣 可以打破 那是過去傳統的一個結構 大盤 中盤 然後小盤 中 通路商的 你的東西在通路商 他也要賺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科技啊 我們有雲端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可以改變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這是一個很新的 我們叫Bestmark 它的一個商業模式 讀性分級 怎麼樣去認證 要標示 那這標示就像電影分級嘛 對不對 它有VG設定啊 然後有限制級 有古通級的 等等 那我們也是這樣標示 01230這樣 那我們要去做 要知道這個有讀 那要怎樣去防讀 我們要有一個宣導的一個平台 那學那個 台圖協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平台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教育工作 培訓的工作 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每一個月 每一個週呢 都會有課 那希望呢 學校來上課 我們請醫生 我們請專家 包括營養師等等 來幫我們講課 第一個要先知道 對不對 要來 要上課 那我們把這個所謂的姿勢變成常識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變成常識了 不是專有的 那感性呢 要變成理器 那什麼叫感性呢 譬如說米湯油 對不對 它其實是台灣產米的 所以米湯油是很好的 只是它的戒指用過 那戒指沒有除掉 蛋藥性就進去了 然後產生很多不良的後果 你知道我意思嗎 其實這個都是感性 媒體就不斷的渲量 那我們也不知道 不明舊點 那為什麼這個要 隊員是學校來道庭 來做伴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一個人 你早上那個 婆婆媽在公園裡面運動 對不對 你早上怎麼沒來 學校就要來 來上課 你一個人來 想去又不想去 不去又覺得很可惜 去 一個人 你知道異性會藍山 所以你如果是團隊的話呢 欸 明天有課呢 要不要來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 然後聊聊天 然後聽聽課 然後大家交換一下心得 這樣才慢慢慢慢的 有可能改變 我真的每天都是這樣 知道的並不一定能改變 所以一定要學校來到底 我們叫做共修啦 不免 這樣來相互的提升 這要改變 要有一個方式 就一定要 還有那個 我們要建立一個 無獨網路的商城 剛剛提過 這虛擬跟實體一樣 結合起來 那一個公開 不剝削消費者 也不剝削生產者的 那你知道大賣場 都是剝削生產者 他就跟他談 我量那麼大 你會不會賣 他給你砍的很低 砍的很低 生產的人 當然把好的留了 比較便宜的賣給你 因為你殺太低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跟殺 像消費者 像生產者都不對了 但是因為我們的科技的關係 我們可以省下 通路的 廣告的費用 我們在網路商城裡面 我給你保證 對不對 只要網路商城的東西 我們都有標示 而且都會產品 甚至於說明 剛剛總裁時間不夠 你那個產品的那個 那個八扣 後面的條碼 一看 一照 你的手機一照 他就會解釋 這個產品是什麼樣的產品 含有什麼成分 作為一個知識教育 你手機一照 那個條碼 或是那個 QR 扣 有沒有 他馬上就會告訴你 現場學 因為你的網際如果有上網的話 他直接連到後面 後段的那個資料簿裡面 產品說明 不用 那個行銷人員 一聽到也在跟你講 而且講的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的那個 手機 那個 QR 扣 一照 馬上就 產品說明 QR 你要聽 馬上告訴我 然後呢 教育制度 不要只要做公益 當然還有勞務費用 那你要一個財務的流動 還是日子還是要過 對不對 現實的問題 那創造一個 共享 分享 全民的一個社會 怎麼做呢 怎麼樣確保你的無助商城呢 然後朋友們跟我說 他SGS認證 GNP認證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還這樣做 做好 第一個 廠商要有切結束 你不要送A 然後呢 真正在市場賣的是A++++ 加一大堆 你不知道的 我要你切結束 然後呢 我也不懲罰你的黑商條款 我要再做事先 我不要做事後 保險一千萬 保險一千萬人已經受傷了 人已經死了 一千萬幹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的親人已經走了 所以我們要再坐在前面 我要廠商 你上我商場的 一定有 你是我的partner 夥伴承諾 合約 賠償性條款 他就不敢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還是要綁對不對 人心為為 道心為為 人心為為 然後不定期的採樣抽菸 這個要做這樣工作 那你這個工作 可以靠政府嗎 要靠政府去推動 要花很長的時間 因為多少廠商會抗拒 對不對 剛剛總裁有提到 我總裁有提到 他朋友 你是吃飯嗎 要推這個嗎 這個推下去 公司就工廠就打了 全部都你喝的醬油 都是化學品混合起來的 你知道為什麼 純釀造的 要花時間的 要花成本 那市場的價格多少 不靠成本的 那要有人才要有團隊 所以要來上課 你來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學習護照 然後講師 這部分等一下 照片老師會介紹更詳細 好 我們有 那我也是建議各位來上課 然後呢 有個學習護照 然後呢 也來宣導 這樣的 我們談試一下 小朋友吃飯聊天的時候呢 我們談話主題裡面 多一點健康的東西 健康保養養生的東西 我個人就是一天到晚那個 八卦那些東西 有的不太營養 我們談健康 談養生 那這邊有證照 我們將來這邊 全部會變成十大熱門證照 你可以看到中國當中已經開始了 這些所謂公共營養 公共衛生啊 什麼都在前面了 因為他們也是一樣在注意 食品的安全也是很大的問題 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叫老師 內部我們實實講 其實我們都已經布局了 內部都有規劃 只是說 這個一步一步來 好一步來都有 那我們要找這樣怎麼樣的一個工作夥伴 跟我們一起做 第一個要有愛心 你沒有愛心 你沒有愛心 你只愛自己不愛別人 甚至於你不愛自己 為什麼你再吸毒 你就不知道對不對 要愛心要有熱心 你要跟朋友分享這些健康嘗試 然後你要有企圖心 想要達成這個目標 使台灣變成一個無獨安全的家人 然後呢 要有慈悲心 去關懷別人 我沒有關係啊 他跟我不認識啊 你沒有那種慈悲心 我自業做不出來 然後你要學習 因為很多東西不是我的專業對不對 我們是學機械 然後要學高科技的 那這個不是我的專業啊 那一定要去學啊 你知道要多去演講 那學會就非常的很多這樣的 每個月每一週都有 都有課程排出來 好 演講 然後我們要培養這樣的一個專業 他就受於講師的這個資格 那這組合要有組織來運作嘛 這個各位的指導啊 總監會跟各位解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展覽 組織結構 因為沒有組織沒有辦法做的 沒有財務的流動也沒辦法做的 那這次我一直在想 你要做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這樣已經 排隊學會已經把他這個設計出來 他們有財務的流動也有人才的培訓 然後裡面找了很多的專家 有共同的這個理念 組織我們的核心團隊 這個其實你們如果是學會的人 這個那個總監督導 你們都會跟他找到這一份 在學會裡面都有 我們就是一個縮帖 你要怎麼樣去跟人家解釋呢 你要怎麼講 講的東漏的西對不對 他跟你一個洽洋的介紹 第一個我們要共同理念 所以我們反覆強調 我們共同理念是 無獨安全的家園 就這麼樣的簡單 那我們要組織核心的團隊 要找這樣的人 來結合這樣的人 好 那分會長 總監督導主任 市議長和天使 用一個簡單的提出 我們的簡單結構就知道 那天使就不再下去了 好 不再無視區 限的共同 所以要找 一再強調共同理念 也就是我們的同平要同理共振 我們對這個 好 變成 我們沒有一個宗教信仰 但是呢 我們的信仰就是 無獨安全的家園 保護我們的家人 保護我們的親朋好友 保護我們可愛的台灣 好 那用這個來復興表示 你就是那個中間的 散發影響力的那一個人 你的引導力就是散發出來的那個正波 我們叫做同平共振 因為凝聚呢 才會有影響力 那我們在傳出這樣的一個價值系統 不是呢 便宜就好 你知道嗎 那如果大家都便宜就好 整個經濟體氣 就在那個惡性循環裡面跳不出來 跳不出來 永遠沉淪 那要跳出來就要靠認知 知識你 然後要靠行動 付出時間去觀愛呢 傳達給所愛的人 然後達到看你有愛多少 你愛眾生就傳達給眾生 大家要給地球 愛地球 然後做到自我保護的辨識和認知能力 然後同時呢 這有彈簇的回饋 在沒有行銷的情況下呢 享受當心跟紅的機制 那怎麼做 目標是要達到 我們傳統叫中國人叫推敵集合 自己做到 然後呢 付出時間觀愛 傳達給所愛的人 要重量共享 然後呢 每一週 每一週 找一個朋友 拉一個朋友就好 請他吃飯啊 聊天啊 喝咖啡啊 然後跟他傳播健康 不要談八卦 我們談一些健康養生的東西 共同守護地球 所以很多的天使呢 都來守護地球 那整個聯盟平台是一個開放式的 都可以加入 包括剛剛譬如說 律師團體 醫療團體 環保團體 食安團體 包括身心靈的老師 還有自然醫學 現在比較流行的能量醫學 我們叫 Energy Medicine 靠自然的力量 其實自然的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你有在修身心靈的時候 很多都是宇宙的能量 下來 那怎麼做呢 中華天然排毒養生學會 我們左手這邊這邊 然後呢 右邊是一個無獨安全環保的網路商場 那有一個事業團體在後面支持 我們這個專案呢 是兩個團隊合作的 那你幫他做理念相同 因此他做一個鄭仲 或者是弘利回饋的等等這樣的一個 就所謂我剛剛講的財務操作 一個不能靠勞 靠人家捐助 你知道嗎 靠人家 donation 是做不下去的 那你自己要怎麼樣 對不對 我幫你 你幫我 懂我意思嗎 學會不可以賺錢 但是這個商城這邊當然是盈利失業 好 那最後講到展望 現在呢 我們要做到台灣 對不對 推出去 將來大陸走到大陸去 大陸的市場比我們這邊更大 大陸的食安問題比我們更嚴重 大陸人關不關心他的食安 一樣的模式 我們這邊先做好 然後走出去 同樣的 這就變成我們講的置業失業 有沒有 那你有收入教職業對不對 那整個有一套的設計好的方案 在這邊推理 好 那有些人會問你啊 那這跟傳指教有什麼不一樣 這張呢 就是告訴你 第一個喔 你要愛自己 你要會愛家人 你譬如說你不愛自己 什麼意思呢 你賺了很多的錢 你用你的健康去換 從我的定義 你沒有愛自己 你賺了很多錢 結果你住院了 你知道嗎 生病了 甚至於走了 往生了 你沒有愛自己喔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愛自己一定要先 然後呢 愛家人 愛親友 你要愛地球 這是我們的訴求 最高的訴求 你如果不愛 就要想賺錢發財 你去找傳指教 不是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要團結力量大 我們要告政府要這樣推 然後呢 不激貨 不推銷 不強迫 也不找人 你要不要买是你的事 我只是告訴你 那邊有一個商城 那個商城已經把我們過濾好 這樣的產品 無獨的 安全的 環保的產品 好 到那邊去點 那我們這個學會 或者是那個做一個把關的動作 剛剛有講怎麼做 然後呢 生誕的時候找朋友聊天 傳播健康的生活訊息 然後像其他會有額度嘛 我們這邊沒有額度 也沒有用花時間在找人 但是我們對於一些小的廠商 他沒有這樣多的錢去做廣告行銷 他也沒有辦法進到那個通路 對不對 譬如說像Seven啊 這種 他進不進去的 但是他真的是好東西 那我們就到商場上 阿里巴巴就是這樣成功的 你知道嗎 把那些小農啊 上網 所以農夫都會上網 你知道嗎 那當然那個NASTA上市以後 可以看到那個效果 每週四 每週六我們都有說明 如果你是幹部 就歡迎 歡迎來到這邊再聽一次 那如果帶拇指別的話 COP一下 用這個方式開始來跟大家解釋 那有培訓課程 11月22號 好 謝謝 好 那我跟各位的報告呢 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好 我們謝謝大會長 謝謝 謝謝